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得知丁伟被下放 自此他一个扛不住了 在自杀后妻子也殉情了 自此援助亮剑基本是比较背情的 可到这里并没有完结 而是十年后李云龙被平反 他的儿子后来也当了少将 李云龙平反后的追悼会上 出现了三个身份不明的老人 进来后就喊李云龙为老首长 从后期消失的李云龙下属来看 这三个人是谁呢 在建国之后 李云龙调到了福建住房 担任了代理军长 在这个期间 他没有去参加抗美援筹 至于权因比较之前分析过 因为他肩负的任务更重要 准备随时出发打过海峡 为此 李云龙还组建了一个特战小组 叫做梁山分队 这个分队都是挑选的精英 段鹏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小分队很厉害 曾经潜入金门绘制地形坐标 不过随着李云龙叙事 这个分队就解散了 其中段鹏也过着隐居的生活 也就是说出现在李云龙追悼会上的 其中一个是段鹏 那么另外两个人是谁呢 这不在电视剧中没有出过 只能在原部中去找 而且还是梁山特工分队的人 另外两个一个是林汉 一个是梁军 为什么要安排这三个人出现呢 其实就是做一个见证 证明李云龙是一个真正的军人 问心无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暗默默芽 暗默芽 暗默芽